凯特王妃没安全感 闭门谢客谁都不见 只让娘家人24小时守护 凯特消失了这么久之后 外媒终于给出了新的说法 表示2015年之前不会亮相 坦来之前的种种猜测 很有可能变为现实 阴谋论也是存在及合理 美国每日野兽杂志爆料 在本年度剩余的时间里 凯特王妃不会亮相 现在的威尔士王妃正在接受预防性化疗 情况显然不乐观 当然也没有重返职场的打算 一位知情人士也透露 凯特王妃的形成计划是空的 王室根本就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工作 以保护隐私为理由 断绝了凯特跟身边人的联系 实际情况如何根本没有人指的 王室编辑多罗西雷丁爆料 现在凯特王妃的社交圈很狭小 只局限于娘家人 母亲卡罗尔和父亲迈克尔 早就住进皇家别墅照顾凯特 琵琶和詹姆斯也经常来探病 从很多细节都能弹出 凯特王妃情况不稳定 并且毫无安全感可言 身体亮红灯之后 王妃能依靠的只有娘家人 对其他人充满了防范心 化疗的具体细节并没有透露 但是从人事安排也能看出 凯特的确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出身平民家庭没有依靠 娘家破产父母欠债 这些都成了凯特头上的重担 事实上凯特王妃本人 想要立刻复工 履行自己的王室之作 但是身体不争气 再加上多位医学专家发出的警告 让凯特不得不专心休息 等到康复后再重返职场 王室给出的说法是 让凯特专注在维持身体健康这件事上 至于王室公务 已经交给尤金妮和碧翠斯 看来凯特王妃生病后 英国王室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很多旁之都得到了查尔斯的重视 目前维尔士王妃住在温莎的阿德莱德别墅 远离是非和宫斗 其实可以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维尔士三宝马上就要放假 威廉也要连续休息六周 一家人也可以共享天伦之乐 显然现在的凯特王妃又紧张又焦虑 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状态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糟糕 威廉王子每次出镜的时候 都表示凯特正在康复 但是却没有发布一张近照 网友认为这些消息真假难辨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等到威尔士三宝一放假 他们就会继续到桑德林恶母度假 凯特现在很脆弱 需要依靠家人们 但是也要防范身边的有心之人 实在是疲倦又艰辛 现在凯特的社交圈不断缩小 仅限于娘家人 就连肯辛顿宫的高级职员 也很久没有见到他 可见凯特王妃拎得轻 觉得娘家人才是自己的靠山 即使落魄也聊胜于无 至于王氏的工作人员 凯特还是加强的防范 担心自己遭遇暗算 先是做了复古手术 之后凯特又查出来换来 状态的确一落千丈 已经五个月没有出镜 真是让人无限唏嘘 这个时候威廉王子的表现 其实也至关重要 但是王氏的做法是 只重点培养乔治王子 至于备受关注的夏洛特公主 则一直处于血藏的状态 似乎跟着凯特王妃一起消失